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积仅为0.025平方公里 整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只有32个人 而且不能采取任意方式进行移民措施 这个国家人口数量上涨的对策 只有依赖总统的太太 另外就是依照这个共和国的规章制度 总统的太太在间隔两年的时间就要生育一个小孩 这样才能确保这个国家每年人口数量的上涨 这个共和国的位置是在美国华达州的内部 就理论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中的国家呢 可是摩洛西亚共和国并没有与其他的国家建立交好 同时也没有得到任意一个国家的认可 据了解这个国家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海军 宪法 货币和银行等 而且在之前还举行过一次国家型的运动会呢 其实这个国家的海军在军事力量上十分强大 有三艘舰艇不说 这些舰艇在外观上都长得类似橡皮艇 可是这个国家的总统却始终将这些舰艇作为骄傲呢 可以说这个国家这样独立的管理方式和自身的经营对策 都是自己独特的 之所以能够良好的发展下去 这和总统以及夫人的力量有着紧密的联系 虽称之为全球最大的修真国家 可是在人口数量上真的是相当的少呢 要想不断的提高人口数量 就需要总统太太不断繁衍 所以说这功劳和总统太太紧密相连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